以色列籍历史学家哈拉瑞 堪称近四年来 浩瀚却沉寂寂的出版 银河西中一颗璀璨的星星 不久前他还只是 耶路撒冷西伯来大学 一名沃默无闻的教授 但是自从著作《人类大历史》 于2014年被美国 Harper Collins出版社向众 并且翻译成英文之后 极具开创性 甚至挑衅感的史观论述 一鸣惊人 不仅长距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还陆续被翻译成 其他45种语言 2016年续集人类大命运问世 全球讨论热度不减 2018年哈拉瑞推出了 人类三部曲的总结片 21世纪的21堂课 在繁体中文版上市之际 文倩的世界周报团队 和哈拉瑞在上海碰了面 让这位被微软创办人 比尔盖茨 Facebook创办人查克伯格 推崇为先知 被前美国总统欧巴马 誉为最喜爱的散文家 为大家上一堂 很不一样的历史课 当你看到人类的历史上 你看到人类的继续 群衆人交易互一帮人共同统保歉 是是从互相的传道而共同痛。 这个先是看起来世纪。 因为亿人们 mutually optimal帮助 因为同心在同体验交易互的 美 irritating cause老 국欠的 frog女生。 沒有錢 但當你真的看見什麼是一個社會 一個社會是法律的 這是一個故事 創造過世界最強烈的故事 他們創造了一個一個社會的故事 只要每個人都相信 它會活動 生於1976年 和蘋果創辦人賈伯斯 生日同天的哈拉瑞 曾在前兩本書中 各以500頁不到的精疲篇幅 犀利生動的筆觸 檢視過去10萬年來 智人如何以集體想像 和編造故事的獨特能力 成功打敗其他物種 從野獸演進為上帝的過程 它闡述歷史從無正義可言 而在人類社群中 不只宗教神話本身 就是流傳千年的假新聞 包括自由主義 人權 平等 階級 帝國等種種相互矛盾的價值和秩序 都不過是虛構出來 用來塑造欲望的工具 在新作當中 哈拉瑞進一步聚焦於當下 企圖戳破當前蠱惑人心的迷思 他們一定會宣傳給民眾的 濃郁思納思考 我們要經歷著 想要回到這件 想要回到那些 絕對金色的階段 過去的 這非常危險 因為你真的不能這樣做 而且他們並非可以提供我們 沒有提供這些政治人 他們並非提供任何真正的解決 給2011世紀的大問題 催生的就是民族主义幻想 干扰正常政治运作 导致社会无法为迫在眉睫的议题 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法 另一方面他也探讨 处在人工智慧和生物科技革命的历史转列点 我们可能也会成为最后一代的智人 一切都不会有意思 只是 inventing new technologies 这会解决所有的问题 And assuming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otechnology and so forth they will inevitably make the lives of people better and better Bo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otechnology might actually cause a split in humanity with some people maybe being upgraded 未來的真相將由Google決定 演算法將成為新的獨裁者 隨著一波波人工智慧革命 我們可能會因為學會改造人體 大腦甚至心智 造就出大批過時無用的智人 倘若歷史正朝此方向前進 那麼2040年的世界 會呈現何種樣貌呢 當作人工智慧變得更好 它會失敗 很多人會失去職業 另一個危險是在國際上 是大量的一场面积的信息和力等等 一场地方 在成 verg航距离前的最主要一致 休息提供叶建设的问题 是因为充实在体质量相得更 efficient 在组织的达— 反对取决ica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巨大的巨大的巨大的巨大像 Tencent, Baidu在中国,Google,Facebook,Amazon在东西 因为他们设计太多信息,没有人能比较联合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所有信息 它是一种影响的影响 这也能发生在政治上的角色 因此,有一个大危险的智能引起了计划计计划 它们继续观察到所有人 而试图到每个人的生活 关于这些关于Biotecnology 是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世纪的银子 哈拉瑞指出 人工智慧和大數據演算法 很可能會導致歷史的鐘擺 往相反的方向擺盪 此外 如果我們太過注重人工智慧 但又不注意發展人類心事 那麼在極先進人工智慧的對照下 可能只會讓人類的天然愚蠢更為增強 然而人類社會雖為虛構 生命本身卻非虛構故事 他強調 智人仍可透過心靈的旅程 探索宇宙真相 人生意義和自己的身份 談了這麼多 讓我們同感好奇的是 儘管出生傳統世俗猶太家庭 身為道地的猶太人 哈拉瑞卻透露 啟發寫作靈感 連續創作三本全球暢銷書的重要力量 很大部分來自於在牛津大學博士班就讀時 就已經結緣的已故緬甸籍內觀大師 葛應卡的法教 當年透過接觸靜坐冥想 重新認識自己 也為尋覓已久的人生困惑找到解答 然後就有了思緒更親民的哈拉瑞 我驚訝た有其他руж劇的故事 甚至沒有取私之所故事 你不能夠信任任任何 God 任任何能力 任何人 任任任任任任任何雅 當第一本教授 是很簡單的事在世界上 它聲音很簡單 还有, for me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nybody ever told me The instruction in the meditation in the beginning was to just bring all your attention to the breath and just answer when the breath is going in and when it goes out and this is the whole exercise and I was doing my PhD in history I'm a very smart person I'm an intelligent This is so easy what is the problem and I tried to do it, I couldn't do it for more than 10 seconds. In my life I really started to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inside me. Where do all these thoughts come from? Who actually controls my life? And it was an amazing journey in this sense. Again, people often come to meditation, they look for special experiences. 你想要感受悲惊和惊悲惊和飄行在空中 尤其是在这些课程中的课程中 我学到Vipassana的课程中 完全是同样的 忘了这些特殊的经验 你的整个生活 你一直在这些经验的经验 尝试正常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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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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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訓練是常常忘記這些故事 心裡創造的 只要看著真正在發生 真正是實現 謝謝 時至今日 哈拉瑞仍然堅持每日早晚 各一座禪修的作席 每年閉關60天的慣例 或許我們可以猜測 哈拉瑞所有關於人類流動歷史 和正當命運的觀察 都源於無數個沉浸即止的片刻 普利茨獎得主戴蒙說 哈拉瑞處理的是歷史的大問題 現代世界的大問題 儘管他的見解並非完美 也讓不少傳統史學家 覺得刺耳和莽撞 然而撐住比爾蓋茨所言 哈拉瑞挑戰宏觀歷史 勇於探討歷史 生物學和科學的關聯 確實已經為讀者 開啟了更寬廣的視野 為了更寬廣的視野 為了更寬廣的視野 為了更寬廣的視野